早前在香港的报纸说有份研究报告 说是一个MIT 研究员出的 说这个mRNA疫苗会影响免疫系统 叫我来评论一下 李敏当然有几个作者 其中一个作者很明显有反疫苗的倾向 这份所谓paper的研究方法是有问题的 得出的结论也非常牵强 所以我不打算个别评论这篇文章里 即是那些详细的内容 我想讲的是一个科学界在这两年的疫情里 其中有一些做法会产生很大问题 但大家要注意这个人这个作者又不是医生 又不是免疫学的专家 全是一个人工智能的研究员 即是与医学科学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要知道现代科学尤其是现代医学隔行与隔山 在不同的specialty之间 即是你是这个专业的 我是研究这一份的专业的 两者之间了解大家的都不是那么多 更加不要说完全不是医学的研究人员了 第二样东西大家要留意 好像这张这样的paper 即是所谓声称打疫苗会影响疫苗 是一个preprint来的 即是说是一些它未登在任何的医学期刊那里 即是说它是放了出来 接着就给大家同行去review一下 看看它有没有问题 看看大家同不同意它的观点 看看大家有没有意见 接着才将它递上医学期刊 医学期刊有editor有一些编辑 再去看完之后觉得没问题 才会登录的 很明显有些很低质量的paper 其实一定被一些编辑去reject了它 但是在疫情开始之后 就有一种做法 就算是好的paper都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这些paper在preprint的阶段 就已经被广泛报导了 理由就是因为大家都很想知道 最新关于covid疫苗的研究结果是怎样 最新关于covid疫苗的副状是怎样 大家想快点知道 所以在pp阶段 就已经有很多传媒 在普通报导那里已经全部报导出来 这件事就会被有心人可以利用到 最终著名医学期刊 没有登它哪里不要紧 因为我已经达到目标了 传媒广泛报导我的paper 就等于穿了一件科学的外衣一样 洗白了 对于一些反疫苗的KOL 反疫苗界别的人士 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因为它可以随手黏来 拿一份所谓的covid paper 就摆出来说给大家 这份研究报告都是这样说的 就有一个科学的外衣在 就可以扮认他们的歪理 是有科学的理据支持 而大众都很容易接受 因为它在普通新闻那里 已经都看过这个报告 好像这张paper 这件事就切合了 某些人已经预设的期望 就是疫苗无效、疫苗有害 会有很多人乐意去选择地去采讯 因为毕竟人不是理性动物来的 人性本质就很喜欢wistful thinking 很喜欢一厢情愿 去相信一些自己去愿意相信的东西 那说到这里一定有人会说 你当然啦 你支持疫苗嘛 你谷针嘛 是不是 我只能够说 就是科学的进程是一步步走的 就是知道有多少的资料 接着就做多少个结论 当我们知道了更多的资料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能会推翻之前的结论 当初mRNA疫苗推出的时候 看上去效果是ok 但是之后呢 就是当很多人打了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有少部分的 就是年轻的男性打了之后 会心机发现 那这个我们之前是从来都没想到的 那我们就是收集了数据之后才会发现 那你说它之后会不会再有其他辅助 或者十年之后 或者好像大家经常说 二十年之后又怎样呢 三十年之后又怎样呢 那可能真的会有副作用的 那我这一刻呢 就必须要谦虚地承认 我们很多事情是不知道的 只不过就说这一刻 我们要对付这个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打了疫苗才可以 就是将covid的杀伤力 那个死亡率呢 减到变回十分一左右 我记得有本书呢 就是写一个就是现代疫苗之父 那他呢就发明了很多 小孩今天我们经常会用的疫苗的 可以说呢他一生人的成就呢 就是可以救回很多 本身呢就会被传染病 令到他们死亡 或者终身残废的小孩 那有个很著名的医生 疫苗的好处呢 那当时呢是一个冬天来的 那这位疫苗之父就沉默了 接着看着窗外 思考了好一段时间之后 接着呢他就给出他的答案 他说唯一可以令到这些反疫苗的人 真是明白回心转意 只要是当我们重新再见到这些病 侵袭人类 令到很多人死和终身残废 那个时候他们才会明白的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先 多谢大家请你留言点赞订阅 下次再见拜拜